萤幕里播放着数位绘本 感性的口吻 纪念着诗人杨幻的经典童诗 这里是位于壳牌仓库内的 河岸一文沙龙 为了要纪念淡水的儿童诗人杨幻 逝世六十周年 文化基金会与长径数位 特地举办了2014的 淡水儿童节绘本展 除了发表杨幻的数位绘本之外 在诗人林幻章的主持之下 地方文化界也齐聚一堂 要来追诗这位诗坦的老前辈 他的讲义 我从那个 秦子豪先生的讲义里面 读到杨幻的诗 那个时候杨幻已经过世了 杨幻过世这件事情 可能大家都会很清楚 除了正式发表杨幻的数位绘本 这次在淡水的河岸一文沙龙 还特地展出了六位老中青绘本 艺术家的手稿 与大型的艺术装置 需要用这些亲近儿童的艺术品 打造一个充满文化 属于淡水的儿童节 2014年淡水儿童节 这个画展主要是 长进放电书里面的画家们 他们制作的绘本 然后这次就把他们的手稿 拿出来做一个展示 里面总共有六位画家 从老中青三代都有 我想是这是第一次的开始 我想以后未来 如果有很多的活动的话 我们也很愿意提供这样的空间 供大家来使用 那我们把这边的咖啡跟艺文 跟这边的合景结合在一起 那希望提供给所有的消费者 一个不一样的感受 当然我们的孩子是未来的主人翁 他们 就是一些创作 一些创作非常好 一些取势 所以说希望国家的家长 带来来参观 战期从吉日期一直到4月7号 除了今天的杨幻追思会之外 接下来3月15号 还有汇粉创作者的分享 活动相当精彩 主办单位也欢迎所有的家长 可以带着小朋友前来体验 记得陈伯伟 带着水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